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伍石江, 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 如何定量地判别 锅草机发动机的压缩功能。 上一期视频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用定性的办法 来判别发动机的压缩功能。 缺点就是说不能定量地知道 压缩功能是多少, 或者说产生多少的压力。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一种定量的办法。 用了一个专门的工具, 叫做发动机或马达的压缩功能测试仪。 实际上就是一个压力表。 像这样一个测试仪往上买, 它的价格是10美元到20美元之间, 量成是0到300psi, 或者是0到28, 或者是0到2000千帕。 这样一个单位就满足我们通常一般的 锅槽机的发动机用。 把这个火花塞取下来,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套筒扳手。 好,下面我就在院子里面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我们先把火花塞拆下来。 吸口扳手。 火花塞拿出来了。 用手拧紧就可以了。 把这个接上去。 压力表的毒素是0到300psi, 或是0到28。 这个量成。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压力表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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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毒素是65psi左右。 这个是4.58psi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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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你的锅槽机, 发动机里面压缩的压力应该是多少。 你可以查读明书, 会得直接向生态厂询问。 一般压缩以后, 它的压力是50到120psi 就是400到900kilopass 这样一个范围 朋友们 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好朋友们 这就是发动机定量测试压缩能力的办法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